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异夏之烙印》 第104-105集,对策 看着林夏走了 顾亚男松了口气 第一回合算是她赢了 接下来就要看陆毅能不能说服李红艳了 陆毅知道李红艳血压有点高 平时不敢这么惹她生气 林夏走了之后 看着她也渐渐平复了一些 陆毅才稍微放心了一点 陆毅渐渐意识到李红艳对于林夏的误会太深 根本不是这么容易就能轻易消除的 买房子可以 但是和林夏在一起我不同意 李红艳的情绪渐渐平复下来 陆毅无论和谁结婚 房子迟早是要买的 所以买房子这个问题上 李红艳并不反对 但是和林夏在一起这个问题 李红艳绝不让步 这是李红艳第一次对陆毅和林夏的事正式表态 陆毅有点闷闷的 但李红艳现在正在气头上 她也不敢再硬碰硬地去顶撞 只是默默地坐着 也不吱声 阿姨先别生气了 房子也好 林夏也好 以后慢慢再说 顾亚男看着陆毅的反应 知道她现在肯定不会同意和林夏分手 李红艳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慢慢再想办法说服陆毅就好了 总之 林夏离开是迟早的事情 李红艳看了一眼陆毅 知道今天也说不出个结果 她的态度已经明确告诉了她 让她自己看着处理吧 李红艳拍拍顾亚男的手 起身回屋去了 这一通火发下来 她也确实感觉到了疲惫 看着李红艳回房 顾亚男看了一眼陆毅 淡淡地笑了笑 我先走了 顾亚男换了鞋 和陆毅打着招呼 陆毅看了一眼李红艳紧闭着的房门 起身换了鞋 跟着顾亚男一起下楼 刚刚林夏自己回去了 心里一定很委屈 陆毅想要去看看林夏 至少不要让她一个人 闷着不开心 陆毅 阿姨的这个态度你也看到了 顾亚男知道 陆毅并不是要去送她 这些天她每天都打着送她的旗号 去和林夏约会 她以前不在意 但是今天李红艳已经明确表态了 她自然也该提醒提醒她 顾亚男 你处心积虑 到底要做什么 陆毅有些不耐烦地看着顾亚男 有些话 她本不想说得太狠了 但顾亚男一而再地出现在他们面前 确实让她很反感 我想做什么 你不知道吗 顾亚男靠近一些 把手搭在陆毅肩上 似笑非笑地看着陆毅 陆毅冷笑一声 推开顾亚男 晒开她镜子走了 顾亚男被陆毅定把推了一个猎切 嘴角的笑意却没有散去 只要李红艳的态度明确了 相信他们两个也是迟早的事情 现在的甜蜜并不算什么 来日方长 不急于这一时 陆毅去找林夏的时候 她刚洗漱完躺下 陆毅也没有换衣服 直接在林夏身边躺下来 今天太累了 她需要靠着林夏休息一会儿 看你一身臭汗 林夏嘴上这样说着 却还是笑着 趴在陆毅胸着 直勾勾地看着她 看着陆毅一脸疲惫的样子 林夏知道 刚刚肯定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陆毅只是看着林夏 却并不说话 她心里有点乱 面对林夏 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看着林夏此刻还有心情 调侃她 陆毅心里满是心疼和自责 她伸着手 去抚摸林夏的脸颊 不知道该对她说点什么 这几天 这几天我们头儿让我跟你把岗位平分的文件重做一遍 我又可以借机往你办公室里跑了 开不开心 林夏笑嘻嘻地看着陆毅 这是她能想到的唯一能让她开心起来的消息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单独吃过饭了 明天上午我没什么事 你赶着中午过来 我们一起吃饭 陆毅亲亲林夏的额头 这的确是的好消息 正好弥补一些他们最近缺少的二人世界 那明天我请你吃饭呀 我刚涨了薪水 林夏有些小得意 依附总为了安抚两次对林夏的栽赃 特地给她涨了涨薪水 虽然只是一千多块 但对于林夏而言 她从此从运入四倍数 勉强变成了运入五倍数 是一种极大的满足感 那我岂不是成了吃软饭的了 陆毅笑着捏捏林夏的脸蛋 给了她的副卡她 从来不用 现在还主动要请她吃饭 可不就是要养她了吗 不过林夏掌心这件事情 陆毅倒是没听她提起过 想必是因为 前几载闹得沸沸扬扬的岗位平分事件吧 不是啊 偶尔请你吃一顿还行 天天请你吃饭 我可要破产了 林夏翻个身换了个姿势 躺在陆毅怀里 自从李红艳来了以后 她很少能这么舒服地 和陆毅躺着聊会儿天了 最近股市也不太好 我的股票跌惨了 林夏想起来股票 心里就忍不住疼 当初本想着是要赚钱的 现在亏得这么可怜 早知道当初买点基金好了 赚得少一点也是赚了 不至于亏成这样 把你的股票账户告诉我 我帮你操作 保证我们小公主年底之前 变成一个小富婆 好不好 陆毅拉着林夏的手 以前没听她提起过她在炒股 陆毅已经玩了好多年股票 即便股市在不景气 她也没有亏太多 真的 林夏兴奋地翻起身来看着陆毅 小富婆三个字 对她而言太有诱惑力了 经济独立对于她而言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所以林夏很在乎钱 但她也只在乎自己赚来的钱 并不稀罕其他 真的 不过你每个月要把你工资的一半 放进股市 年底的时候我保证 你至少翻50% 陆毅看着林夏 给她多攒一点钱 让她多一些底气和安全感 至于日常开销 她完全可以照顾得好 不需要她操心 没问题 林夏笑嘻嘻地重新躺好 对她而言 衣服能穿就可以 饭能吃饱就可以 所以月薪的一半放进股市 完全不是问题 她是个很好养的姑娘 你要不要先回去啊 阿姨是不是还在等着你 林夏忽然想起来 李红艳现在应该还是一个人在家 她今天已经陪了她很长时间了 再不回去 恐怕李红艳又要生气了吧 没事儿 等你睡了 我再回去 陆毅拉过被子帮林夏搭在腰间 一下一下地轻轻拍着林夏 哄着她入睡 嗯 林夏翻个身躺好 今天虽然是受了一点委屈 但有陆毅在 她也就不觉得那叫做委屈了 陆毅看着林夏 心里想着李红艳 她只要留在北京一天 顾亚男就一定还会继续纠缠下去 以顾亚男的性格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 陆毅眉头紧锁着 只要有顾亚男的纠缠 林夏就不能安心和她在一起 林夏也会因此而一直这么委屈下去 爸 求助 陆毅拿起手机给陆建国发了一条消息 现在也只有她能把李红艳叫回家 也好还大家一片安宁 至于李红艳的态度 慢慢地再劝 总是能让她接受林夏的 陆建国接到陆毅发来的消息 也预料到发生了什么 不久 她就借口说家里有事 把李红艳从北京叫回去了 李红艳也正好因为那天和陆毅生了一场气 心里有些闷闷的 顺着陆建国的台阶也就下来了 送走李红艳 陆毅总算松了口气 至少可以暂时松懈一下 林夏搬的时候 关希尔给林夏打电话 约她一起看电影 林夏想了想 正好陆毅今天有应酬 不能陪她一起回家 去找关希尔看场电影也不错 于是就痛快答应了关希尔 关希尔选的电影院 离林夏家并不算很远 林夏提前几站下车就可以 我和希尔去咱家附近的电影院看电影了 晚一点才会去 林夏估计 陆毅会比她早一点回去 所以提前发一条消息 告诉她一声 免得她回家了找不到她 又要着急打电话了 或许是因为还在忙 林夏一直也没有收到陆毅的回复 林夏也并没有放在心上 等她忙完了 总是要回复消息给她的 林夏坐电梯 一路到了顶层的电影院 似乎今天电影院人很少 平时等候区 常常坐满了人 今天却没有什么人 关希尔还在路上 林夏索性先去取票 等她来了 再一起进去 走吧 关希尔笑着看看林夏 不知道她在发什么呆 林夏见识关希尔 笑着起身 拉着她的手 你怎么今天有空约我一起 看电影啦 你家杨子呢 自从杨子和关希尔求婚成功后 两人就天天腻在一起 不是一起逛街买婚礼用品 就是悄悄去约会 关希尔已经在林夏的视线里 消失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今天倒是难得能见杨子 放她出来玩 不好意思 6号听线路临时有点故障 正在检修 您稍微等一下再入场吧 林夏和关希尔被拦在检票处 林夏撇撇嘴 好不容易来看一场电影 还遇上检修 可是票也已经买了 就只好坐在一边 继续再等一等好了 你们定下婚期了没 林夏看着关希尔 一直也没有听她提起 不知道他们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 定下了 情人节我俩先去领证 然后明年五一的时候 回家办婚礼 关希尔提起婚礼 一脸的甜蜜 杨子虽然木讷了一些 但好在对她很好 只要是关希尔的心愿 她都会一一去帮她完成 那我可是要做赌门的伴娘的 到时候你可不能心疼啊 林夏看着关希尔 忍不住去逗她 你还说我 你和路易抓紧一点啊 我还想着我们一起办婚礼呢 关希尔并不知道 林夏和路易之间存在的问题 只是觉得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间更久一点 也应该考虑结婚这个问题了 你好 可以入场了 林夏正要说什么 却被走来的工作人员打断了 你看你挑的这个电影 都没什么人 不会是就我们两个人的专场了吧 林夏看看周围 都没有看到其他人入场 心里不禁开始对这部电影 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 怎么会呢 关希尔有些心虚 拉着林夏紧走两步进去了 估计是线路还有问题 放映厅里有点黑 林夏和关希尔好不容易才摸索着 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们忘了买水了 希尔 我去买瓶水回来 你等我一下 林夏这才想起来 刚刚俩人只顾着聊天 竟然忘了买水 看完再喝也没事 电影马上开始了 别跑了 关希尔一把拉住林夏 又把她按回到座位里 林夏无奈地看看关希尔 也只好老老实实地 坐着等电影开场 心里盘算着 一会儿中场的时候 再溜出去买水 俩人等了约有两三分钟的样子 大屏幕终于亮了 林夏看到大屏幕瞬间愣了 大屏幕里放的哪里是电影 是路易那次 在深圳向林夏告白时候拍的片子 配着林夏最喜欢的 JJ的那首爱笑的眼睛 也是那首路易第一次 向林夏求婚时候 JJ唱着的歌 粉色气球雨中 林夏光着脚踩在 铺满玫瑰花瓣的地上 一步步走到餐桌前 那是路易为林夏准备的情书 林夏低头浅笑着 幸福之情易于言表 林夏意识到 这次电影 是路易精心做的安排 他站起来 四下搜寻卓路易的身影 但光线太暗 林夏根本看不到 有其他人在场 林夏索性认真看着大屏幕 静静等卓路易 接下来的安排 播放完告白的片子 接着是林夏的照片 有他自己搞怪的自拍 也有路易悄悄给他拍的照片 那些或欢笑 或委屈 或忧伤的瞬间 都是他和他曾经共同经历过的美好 林夏看着屏幕上的照片 心里感激着路易为他准备的这一切 女人往往最容易被真情所打动 而路易每一次都能准确地记住林夏的喜好 为他记录下他的所有情绪和重要时刻 忽然 路易的声音从门口缓缓而入 他一手捧着一大树的玫瑰 一手握着话筒 有些紧张 又有点兴奋 路易今天特地换了一身西服 认真的做了造型 一束追光打在他身上 就像是梦境一般 林夏 我的小姑娘 从认识的第一天起 你就悄悄跑进我心里 攻城略地 渐渐占据我心的全部 你的每一个笑容 每一个举动 甚至是你的每一滴眼泪 映入我眼中 落入我心底里 都是我一生追求的守候 路易吟吟有些激动 声音有着一丝颤抖 今天这样的日子 路易已经悄悄谋划了好久 路易一步步走进林夏 把手中的玫瑰花送给林夏 另一束追光打在林夏身上 整个放映厅 似乎都只剩下了他们两个 有美人兮 见之不忘 一日不见兮 思之如狂 路易牵着林夏的手 把他带到大屏幕前 担心跪地 林夏 嫁给我吧 以我之名 灌你指尖 一生相伴 一世相随 虽然路易知道林夏的答案 也知道 他一定会是他未来的妻子 但他心里 仍旧十分紧张 路易看着林夏 眼睛里隐隐含着一层泪 上一次的求婚是临时起义 而这一次的求婚 路易已经准备了好久 林夏看着路易 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他以为那天 折折的演唱会上 路易那样的举动 已经算作求婚了 见路易后来再没有提过 关于婚礼 关于戒指的任何事 林夏以为 也就那样了 他没有想过 路易会在这个时候 会在李红艳 那么强烈地反对的时候 再次向他求婚 林夏点点头 伸出手 他愿意 只要是路易 就可以 无论是一枚 简单的铝制拉环 又或者是眼前这枚钻石戒指 林夏都愿意 路易取下戒指 套在林夏无名指尖 这个尺寸是杨子给他的 他特地找了一家 专门做私人定制的 珠宝公司定做的 在借托里 刻着他和他姓氏的首字母 以及他们相识那天的日期 路易不愿意给林夏 像其他女孩子一样的礼物 他希望 他的每一件礼物 都是专属的 希望他的每一个记忆 都是美好而特别的 戒指套上 林夏无名指的一刹那 音响里 传来周杰伦的告白气球 这是和林夏在一起以后 路易最喜欢听的一首歌 路易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心里想得着 总是和林夏的点点滴滴 温暖而幸福 一瞬间 放映厅里的灯光全部打开 天空飘落着气球和花瓣 一片粉红色的海洋 林夏拉起路易 深情拥吻着他 只愿这一生幸福 再无烦恼 只愿这一世安好 再无分离 砰 砰两声 杨子和蓝青选宁想手里的手拧礼炮 这下是不是可以闹洞房了呀 关希儿跟着跑过来一起起哄 林夏这才知道 原来他们刚刚故意调暗了灯光 只是为了藏起来 不被他发现 林夏已在路易胸着 看着飘落下来的气球 只是看着他们玩闹